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 那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之后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 你的心中有什么样的感觉 你会想到 为什么永思还是会 有一些的软弱的地方 是的,没错 很多时候呢 有一句话这么说 有一句话说 我们常说的是 患难间真情,热酒间人心 其实呢 平时人的真正本性呢 是不会表露出来的 我不知道大家认同吗 但是呢 一旦人遇到苦难 失败 困境 或者受到生命的威胁 或者呢 有亮晶晶的金钱 摆在你的肉体的眼睛的前面 或计呢 无论是男生也好 女生都好 男性你心都好 当你遇到性的 诱惑的时候 那许多内心深处的本性 其实呢 就会跳了出来 所以在整本四世纪里面 你看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圣经不只是告诉你很多 很美丽 很有应许的东西 他其实也把人的软弱 人的这个 人性的软弱 人性的这个丑陋 都表露出来 其实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 我们人 怎么样都好 无论你是英雄 你是勇士 或者是你是一个先知 你还是有软弱的 你还是要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看到许多的思思 许多的英雄 不为人知的人性和软弱 都在圣经里面显入出来 尤其是四世纪 所以这一章就记载了 祭奠与米店交战之后 所获得胜利之后 许多各种人性就表露无一 就表露无一 曾经有人这么说 他说如果基督徒跟基督徒 最好不要一起做生意 保持一个彼此之间 很好的一个关系就好 如果一起做生意 没赚钱的时候就没有问题 一旦公司赚钱就有问题了 因为人会为了钱就开始吵了起来 在某个程度 这样的说法 有时候是也有他的道理的 因为很多时候 你在教会里面聚会 大家都是带着一个很好的状况 来敬伴神 但是一旦人进入日常的生活 面对很多的考验 面对很多金钱的诱惑 面对很多的困境各方面的时候 很多时候真正的人 真正的真面目 才会表露出来 所以让我们深入来看看 有怎么样的人性会表露出来 首先我们看到的第一个人性 就是邀功的人性 什么叫邀功呢 就是讨功劳的意思 我们来看第一节 以法连人对基督说 你去以敏连人征战 怎么没有找我们去 怎么没有葬我们同去 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呢 弟兄姐妹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背景的话 你也不会觉得什么 然后呢 这个以法连人就 以祭奠大大的争吵了 然后祭奠就对他们说 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 就是说 我所做的难道会比你们更厉害吗 的意思了 就是说 然后以法连呢 就四取剩下的葡萄 不强过牙比乙蟹所在的葡萄吗 其实呢 这个就是祭奠在吹捧它 在怎么样讲 就是讲一点好话 第三节 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 尔利和西伊伯 叫在你们手中 意思是说 你也不错啊 你也比我们厉害啊 你看 这两个王 两个首领都 都给你打胜了啊 所以他就说 我所行的 岂能比你所行的呢 意思是讲 我所做的 哪里比你的厉害 肯定是你比较厉害的 所以祭奠说这些话 以法连人 他的怒气马上就消了 所以 那以法连人 为什么跟祭奠 大大的争闹 大大的吵起来 首先 从这段经文里面 表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呢 因为当时祭奠打仗的时候 他一吹脚 各个自派的人都 集合在一起来打仗吗 昨天我们也有讲 他们同性合一一起 至少呢 我们从这里呢 我们不敢讲 全部的自派 但是至少 从这个经文里面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 以法连自派 至少 我们发现 他们没有真正的承认 整个战争的得胜 是出于神 如果他们承认 正战在父神 the battle belongs to the Lord not belongs to their glory 他们就不会要功 所以他们觉得 这一次的胜利 肯定是他们比较厉害 其实这一次呢 以法连人要功 摆明 在朝 其实摆明就是要要功 我有参与的 怎么 怎么 我没有得到 什么东西可以分的 为什么呢 大家 因为你要知道 耶稣亚 之前过世的 而且耶稣亚 对大家来说 是有一个大英雄的 一个 搞不好 如果是耶稣亚 当时要做王 他已经是以色列的王 但是耶稣亚是 敬畏死的人 他没有怎么做 因为他知道呢 整个权柄是来自于神 所以呢 耶稣亚是来自于 以法连自派的 所以 当时的以法连人 或许呢 他们 因为 这位大英雄 耶稣亚是来自于 他们自己的自派吗 就好像我是姓陈的 耶稣亚是 来自我的这个 成家的 我是不是感到有点骄傲 感到有优越感 或许呢 他们也是感到这种优越感 然后想找机会 自我表现一下 同时呢 趁机会啊 可以因为打仗的时候 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把 很多的这些战利品啊 金啊 银啊 契机啊 很多东西啊 甚至妇女啊 这些全部的战利品都拿了回来 所以 他们就可能就是想找机会 自我表现 同时呢 趁机会 捞一匹 战利品的好处 那弟兄姐妹 从这里你看到什么 从这里你就看到 人性的软弱和丑陋出来 往往就是在 有好处的时候 就会 要功 有一句话说呢 就是呢 有富同当 有 就是 有富同当啊 有烂也是一样同当 但是很多时候啊 有很多 就 很可悲的这么说的 有很多所谓的 开光引号的属灵人 很多时候 包括我 我虽然是牧师 但是我也不会站在牧师 经常 很多时候 很多当牧师的 我们也有很多人性的软弱 有时候 当事情办得很好的时候 我们不小心 我们会把 整个 事情的成功 的 整个成功的过程 我们都会把它 拿起来 当成是我们的本事 所以我们看到 幸好 幸好当时的 祭奠他很聪明 他用很温和的 来回答他 结果呢 使到当时的 以法连人的气就消了 就消了 所以从中我们也发现 以法连人 真的是很优质 为什么我讲他优质的 因为他这样讲 然后呢 祭奠只是讲几句 崩尘的话 吹捧的话 哎呀 没有啦 你比较厉害啦 打仗 还有谁比你厉害 两个 这个首领 都被你抓弃了 我哪里有厉害 我只不过是个小将军 你才厉害 哇 你看 祭奠这样讲一句话 以法连人的气 马上消了 所以你看 属灵成熟的人 其实是不会为了 有没有功劳 或者有功劳 他们完全所做的 都是围着神的教会 围着神的国度 他不会因为 怎么好处我没有的 所以就是说 比方我们在教会服事神 如果教会 可能当时也没有给什么 庆功宴啊 请大家吃来感谢啊 我们也不要因为这样 感觉 哇 这个教会为什么利用我们的 我们服事了 也没有请我们吃 也没有叫我们感恩 对吗 其实 有没有请吃 有没有感恩 这些 都是我们 应做爱神而服事神的 我们服事神 为神摆上 不是因为教会 有没有请你吃 有没有向你感恩 当然教会方面 是需要有一些的 表示 也感恩大家 但是没有 也OK 我在教会服事 上次几年 这些事情 我已经看了很多 我也学习了很多 因为我们的焦点 不是因为有人 来感恩我 或者谢谢我 我才服事 我服事 我服事是因为神呼召我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分享 我就是要把 很重要的重点给你看 很多的人性 很多的软弱 很多的丑陋 很多时候 都会在 教会里面 被看到 第二 这是 季孝河 落井下石的人性 OK 这个故事 大家必须去了解一下 那季甸河 跟随他的三百人 到了叶丹河的渡口 然后他们就很疲惫了 然后呢 但是他们还是追赶这些敌人 但是他们要吃东西 也很累 所以呢 祭奠就对苏格人说 那首先 大家要了解 谁是苏格人 苏格人是 叶丹河东 加德自派的 换句话说 他跟祭奠 他们都是 同事以色列人 都是弟兄 他们都是兄弟 OK 这是同样的人 所以呢 祭奠就向他们求说 可以不可以给我们一点饼吃 因为我们追赶敌人 我们很累 我们也想一点东西吃 但是呢 你知道吗 这个苏格人 有没有帮忙 没有帮忙 反而讲讽刺的话 他说 那 祭奠就讲 我们追赶了米甸的两个王 西巴根 萨木纳 然后 苏格的首领 不是他的小兵 他是他的头 他的首领 出来回答 西巴 萨木纳 他们在你的手 你要我们拿饼给你吃吗 其实当你看中文的时候 你看不去什么端 如果你读言文的时候 你读言文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其实是带有讽刺的反话 意思说 哎呦 这个 地点 只有三百个人的军队 我才不相信 他们会追赶 会打赢敌人 我看我还是要保命一点 我不要给他们食物吃 如果给他们食物吃 等下这个米甸的两个王 发现我 跑回来 不是把我杀掉 因为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米甸人有一万五千人的军队 弟兄姐妹 你设想一下 一万五千人对三百人 谁比较有生素 谁比较有生素 肯定是米甸人 对不对 但是苏格人 他虽然是跟 他也是同为以色列人 但是当祭甸有要求 只是叫他给一点饼吃 他都不肯 他主要的原因是为什么 因为他为了保命 他为了保命 他不肯 伸出援手帮助 祭甸跟他们三百位的勇士 他怕 如果他帮了祭甸的话 然后米甸人知道 会回来报仇 会把他们杀掉 所以为了保命 他不肯伸手给遗 援助 这个我们还是可以了解 但是他回答的时候 他是用一个讽刺跟讥笑 落井下石的态度 来对待祭甸 就是说 你这个三百人的小瓜小兵 还要跟人家去打 不知量力 现在还要跟我求饼 我才不给你 等下 那个米甸的王 回来把我杀掉 我不是没了 我还是不要帮你好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 这个苏格人 他的整个的反应 是这样的 然后呢 我们看到 因为经文比较长的缘故 我就不多分享 后来呢 我们发现了 第十五节 祭甸到了苏格 对那里的人说 我看 OK 我们看到这里呢 就是 结果后来 这个祭甸 也杀了那两个王 抓了那两个王 然后呢 同样的 这个祭甸 他也到了 这个 比鲁易热 这个地方 然后比鲁易热呢 其实也是 迦德人 迦德制派的人 他跟这个 苏格人 是同样的 是迦德制派的 同样 祭甸到 苏格人那里呢 他已经 被苏格人 有不好的待遇了 他心中 已经有一点不爽了 他觉得说 我们都是 同样是 以色列人 现在有敌人来 我在打敌人 你不但不帮我 你还讽刺我 结果同样 他到了 比鲁易热 那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之前的经文 也有讲 他到了 OK 大家看一下 第八节 这里 第八节 祭甸从那里 上到比鲁易热 对那里的人 也是这样说 比鲁易热人 也 以苏格人 回答的话一样 他向 比鲁易热人 说 我平平安安 回来的时候 我必 拆回这楼 弟兄姐妹 当然 某一个角度 我们可以理解 祭甸 祭甸正在 为大家 骁劳 去攻打敌人 其他自己的 弟兄 不当没帮 还讲 讽刺的话 而且 比鲁易热 他也是像 苏格人一样 回答这个 祭甸跟他 三百位的勇士 因为祭甸向他们求比 他们也没有给 所以结果 祭甸之前 已经很不爽了 然后接下来 他又遇到 比鲁易热 同样的对待 所以这件事情 导致 祭甸开始 什么 开始火滚了 He is very annoyed 他开始火滚了 但是火滚是一回事 他火滚到一个地步 他起了杀机 他起了一个杀人的念头 报仇的念头 所以他才讲出 你们 给我看出来 如果我把那个两个王杀了 我一定会回来报仇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他扬言要报仇 虽然 苏格人跟比鲁易热人 他们是真的是 讲不过气 自己的弟兄 也不要帮忙 也是抽手旁观 但是 我觉得 他们这么做 也不至于 要死 也不至于他们犯了罪 把他们杀掉 但是 从这段经文 我们没有想到 祭奠这位大人勇士 在一时的脾气 跟冲动之下 他起了杀机 他起了包袱的念头 结果真的 他回来之后 他把比鲁易热的楼拆了 他把这个苏格人的长老 全部都杀光了 所以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看到 一个属灵人 如果他不能够压制自己的脾气的时候 他也会做出很多 很疑传 很多不是神 所要做的事情 我也曾经看过 一个领袖 在开会的时候 拍桌子 就是非常非常丑陋的一个情况 发生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看到 人人软弱的一面 所以祭奠之前 用很温柔的话 来回答 以法连人 那时他是细事灵人 就是希望把事情 大事化小事 小事化无事 不跟别人计较 但是这一次 祭奠却是 大动干火 大动干火 动起刀来 把苏格人 兵友遗乐人 杀死了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 祭奠虽然是 大人勇士 但是他显出 他的软弱的人性 他的耐力 他的耐性很有限 他虽然被人计较 落井下死 也不至于 把整成的人杀掉 对不对 所以你看 祭奠虽然是大人勇士 他也露出了 他软弱的人性的一面 那弟兄姐妹 从这个经文当中 你想到些什么 你有没有想到 哎哟 这样的人 被神忠用的人 也是有软弱的吗 是的 没错 我可以跟你讲 百分之百 被神忠用的人 他们也是有软弱的 所以弟兄姐妹 为什么我们身为 基督徒 我们需要 常常在背后 为你教会的 传当人牧师祷告 无论你的牧师 就像我在教会 服侍三十年 我也需要 弟兄姐妹 为我祷告 如果没有 为我祷告 我软弱的时候 也可以影响到 教会弟兄姐妹 所以我每一天 也是战战兢兢的 来为主活 也是常常 警醒祷告 要小心来服侍神 如果我不警醒一时 可能我就会软弱 跌倒 离开神了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跟神的关系 是那么的紧密 那么的紧密 我们真的非常需要神 最后是八节到三十五节 我们看到 软弱的人性和晚觉不保 这个 祭奠 他的人生是斧头蛇尾 开始的时候很勇猛 到最后也出现了问题 这段经文里面 18节到21节是一个插曲 这是当时这两个米甸王被逮到了 被基甸抓了 基甸就叫他的儿子杀 杀死这两个王 但是这个基甸的儿子还是年少 还是少年 他不敢拿刀起来杀 结果这两个王说 那你就把我们杀掉好吧 后来整个故事就来到一个尾端 米甸被打败了 基甸也打完战了 然后22节就说 以色列人对基甸说 他说基甸啊 基甸啊 你既然已经把我们救出来了 从米甸的人手救出来 那么你和你的儿孙 来管理我们啊 他其实的意思说 那么这样好不好 因为你是我们的英雄吗 你打倒米甸人吗 那你跟你的家族 来管理我们哦 做我们的王好不好 你看23节基甸怎么说 基甸说 我才不管理你们哦 我的儿子 我的儿孙也不管理你们 为什么 因为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 那弟兄姐妹 从这个角度你看哦 祭甸刚刚才不久才 大发脾气把人杀死 但是来到这里哦 他又有自知自明哦 他又有他聪明的地方哦 他又有他宁百事理的地方哦 他说我不是王哦 你不要把我捧起来做王哦 我只不过是一个神重要的仆人哦 你不要把我捧起来做王哦 我不要管理你们 是神管理你们 所以你看 基甸季节 做他们的王 可见哦 基甸有什么呢 自知自明 不过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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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过了不久 基甸就出了问题了 所以 过了不久 基甸就出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他的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24节 基甸又对他们说 哦 我不要做你们的王 你不要叫我管理 但是 有一件事情 我要求大家帮忙的 他就说 请各位哦 你们将所夺的耳环 全部给我 仇地 因为原来仇地 以士玛利人哦 他们全部都戴金耳环 然后 他们就讲什么 这些人 以士连人说 好啊 你要金 我们就给你啊 因为 你可以想象 以士连人被欺负 欺负了这么久 后来才有平安 所以他们 没有去想 他们这么做 可能会害了 他们的领袖 那 然后 祭奠也向他们讨 这个金环 从这个角度 我们看到 虽然祭奠有 这次证明 不要做王 他有他聪明的地方 但是他也有 他软弱的地方 他 是财如命 就是他看到 金银财宝 看的时候 他经不起 金钱的诱惑 所以他要求说 你们就把金银 这个耳环全部给我 然后 这些人怎么样 有没有给他 这些人给了他之后 全部人打开一个衣服 把这些金环 全部丢下来 弟兄姐妹 每一个人都把金环 你可以想象 这里收了多少 1700色颗 很多 真的超多 所以此外 还有米甸王所戴的耳环 你可以想象 一个王戴的耳环 肯定是 然后 耳垂和所穿的紫色衣服 并骆驼 景象上的金链子 问题就在这里 27节 祭奠以此 制造了一个乙父德 哇 糟糕了 等一下我会讲解 什么是乙父德 然后他说 设立在本城 而佛他 后来 以示的人拜 那乙父德行的邪淫 这就做了 祭奠和他全家的网罗 糟糕 你看 因作人贪财 他贪财到一个地步 他自恋 他把他自己的 打仗 打胜仗 成为以色列的大领袖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没有把荣耀归给神 然后为自己做一个乙父德 那弟兄姐妹 我们看33节先 祭奠使了以色列人 又去 谁从巴黎行邪淫 以巴黎比利 土为他们的神 所以你看到 这个是不是晚节不保 斧头蛇尾 开始的时候是大英雄 到最后他却变成 带领人去 拜偶像的一个的 很重要的一个退手 怎么说 其实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就是祭奠他聪明一时 无徒一时 他制造于福德 以福德你知道吗 弟兄姐妹 以福德是大祭司所穿的衣服 不是每一个人 可以随便去制造 随便人可以拿来 放在他的家里面 只有大祭司才有资格 以福德是 以色列大祭司所穿的衣服 是神圣的 It's a sacred thing It's not Whoever can own it It's only for the high priest 所以只有大祭司 所以你看 就表示说 祭奠在某个程度 他夺了大祭司的岗位 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在教会有牧师 牧师也从某个角度来看 他就好像就业的大祭司 教会也有领袖 所以教会有领袖 有弟兄姐妹 大家的角色一定要很清楚 大家都是同性和异 在主里面做弟兄姐妹 但是在教会里面 它是有属灵的 属灵的一个本分 属灵的职份 所以有些东西是 应该是由牧师做的 就由牧师做 有些东西是应该由领袖做的 这些的职份不可以有错误的编排 如果错误的编排的话 就会导致整个教会管理就出现了问题 所以以福德是神圣的衣服 只有大祭司可以穿上 不是一般人可以随意制造 就是因为祭奠制造了以福德 然后他成天就在那边 哇 你看 我才厉害 我救了以色列的人 所以他就开始有这种贪的心 要能去崇拜他的心 结果到最后 后来以色列的人也拜了以福德 然后也拜了其他的偶像 使到以色列的人陷入拜偶像 原本就是以色列的人拜偶像 给这些米甸人欺负 那你救了以色列的人之后 现在你又制造另外一个偶像 最后我们也看到 圣经这里讲什么 他说的29节 耶阿斯的儿子耶鲁巴利回去了 住在自己的家 OK 然后呢 祭奠有70个亲生儿子 这里特别强调 是亲生儿子 70个儿子 哇 不得了 有那么多的儿子 肯定是有很多妻子 才可以生70个儿子 对不对 弟兄姐妹 你看 你看问题就在这里了 问题就在这里了 祭奠他虽然是大英雄 但是他的情意上的软弱 他的在性的问题上软弱 昨天我已经讲了 身为一个领袖是有三种很严重 非常非常要小心的一个诱惑 就是三个G 一个就是G Go and Glory 就是性 名义 还有金钱的诱惑 所以结果祭奠金钱的诱惑 他也没有办法胜过 情意上的这个诱惑 他也没有办法胜过 名义上的诱惑 他也没有胜过 所以结果他年纪老 时候 后期 他娶了很多的妻 我相信他也很有钱的 因为很多人 把他绷起来 他是大领袖 他要什么 他求 人一定会给他 他做事事的40年里面 他生了70个儿子 他简直就是 把上帝的命令 忘得一干二净 因为上帝的原则 是一夫一妻 但是他只是雇了自己 肉体的事情 他喜欢怎么做 他就去做 所以七多子多 成为他日后的祸患 所以弟兄姐妹 服侍的人非常重要 我们一定要 战战兢兢 每一天警醒祷告 要不然我们晚绝不保 我们可以前面服侍 服侍得很好 如果我们到最后 没有好好的敬畏神 你真的是晚绝不保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也给我很多的提醒 我也希望弟兄姐妹 看到这段经文之后 第一 我所希望你能够做出的反应 跟回应之事 从今天开始 为你的牧师祷告 从今天开始成为你牧师的好帮手 帮助他们 跟他们一起祷告 当他们哪一方面有软弱的时候 赶紧的来帮助他们 要有时候 要去了解牧师的生活 跟他们一起 为他们祷告 帮助他们 因为被神呼召的人 如果没有祷告的保护 也是很容易受到试探的 所以在前线打仗的人 都是很危险 分分钟 会在战场上牺牲掉 所以你都了解打仗 所以牧师传道人 教会同工 都是在属灵战场 前线打仗的 They are in the front line 所以分分钟 会被打死的 分分钟 他们会被牺牲掉的 因为魔鬼撒旦 是哄叫的狮子 所以弟兄姐妹 我要你 好不好 这个时候我们开始 花一点时间 你来围绕你教会的牧者 来祷告好吗 那么我们也一样的 来祷告 亲爱的主 当我们 看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 我们内心有很多的 思想跟反思 主啊 原来我们发现 属灵领袖 有时候也有很多的 软弱的地方 主啊 当我们看到 我们属灵领袖 软弱的时候 我们不要马上 就开始责备 开始觉得生气 为什么我们领袖 这么软弱 我们应该想起 我们身为教会的 弟兄姐妹 有多少时候 我们为他们祷告 我们常常都认为 牧者是要来服侍我们 虽然牧者服侍弟兄姐妹 是不错的 但是有多少时候 我们真的 跪下来 求主 保护我们的牧师 保护我们教会的 属灵领袖 来关心他们 来帮助他们 弟兄姐妹 主啊 我相信 你通过今天的这个经文 给我们看到 没有一个人是完全 除了主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绝对绝对 不要把我们的牧者 英雄化 不要把我们的牧者 捧得太高 好像超人 不会犯罪的情况 把他们不小心 把他们当成偶像 把他们当成 即使这些牧者 他们可能带领的教会 是几万人 几千人 很多人 很多人 喜欢听他们讲道 很多人都很崇拜他们 但是主帮助我们小心 我们要常常为他们祷告 好让他们可以持续走在 上帝的道路中 不至于软弱 跌倒 以致把羞辱神的名字 主啊 我们爱我们的牧者 我们要为他们祷告 以致他们能够 常常保持圣洁 分别为圣 成为众人的榜样 主啊 我谢谢你 我把这样的一个祷告 叫在你手中 奉耶稣基督的圣明 祈求 阿们